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看到日股 創1990年7月來的新高嘛 33年來的新高 對 那我個人認為日股會帶動台股 來到有機會創到18000點以上 甚至於比我們想像的更高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台股有機會2萬點嗎 因為現在已經有少數人在看2萬點 為什麼 各位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沒有所謂的景氣行情 只有資金行情 你看我們台灣第一季的GDP是什麼 我們連續兩季衰退 其實我們是實質上的衰退 對啊 股票為什麼會漲 其實我們看都是明年的獲利啊 還有看AI的行情 這樣解釋好像太勉強了吧 也找不到其他利多 我就跟你講說只有資金行情嘛 為什麼有資金行情 第一個 過去的話 美國在放錢放到整個市場 只有用所謂的利利嘛 利利的就聯邦基金 利利如果往下的話 那錢就會放出來 那現在重點是什麼 QE 那QE過去大概有9兆吧 那現在大概收回1兆 還有整個市場還有8兆 再加上歐洲沒有什麼收回喔 日本他也是QE喔 再來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在降息啊 現在他們經濟很慘 對他這樣存存率啊 存存率一下下降之後 他這個可以創造好幾倍的後備供給量喔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定存的 現在比美元的定存來的低喔 那也就是說你的很多人民幣就會換成美金喔 那這個也就是說美國在聯邦基金利利 往上升的時候只有這個在抽資金 但是美國這邊還是在放資金 但是本來這個池子裡面的話 就是有那8兆的資金 再加上歐元的QE 所以整體來講整個資金還夠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沒有所謂景氣行情 只有資金行情 是因為這樣整個 包括美國還有我們的日股 還有台股的話 為什麼走這一波的原因 最主要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日股會大漲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們在低利利 也就是說我們看歐洲 美國都利利的大幅度往上升 日本還是非常低 日本持續寬鬆啊 而且老師您的意思是說 您不認為下半年日元會緊縮 日本會緊縮對不對 您的意思是這樣 這跟有別於其他我們節目來賓的想法 如果他緊縮的話 我就剛才渡邊太太先死 好有理解 第二個你要知道 因為他在低利利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很多包括巴菲特 巴菲特從2020年一直到現在 花了六次的日元債 也就是說以最今年的話 四月份左右的話 他還發行了大概有 總共六次大概發行了 1644億的日元 那以最近的發行 裡面有包括三年五年 十年還有三十年 那三十年的利率多少 2.3億 那十年起的1.9億 也就是說他很多類似 就是巴菲特一樣的投行到日本去花日元的債 那這個日元的債的話 他的利率很低 他只要去買日本的股票 那日本的股票一漲上來 他等於是五本生意 對就是他的殖利率 他只要去買殖利3%以上 就是巴菲特就這樣套利 除了這個套利 為什麼他敢套利 原因很簡單 因為日元會大幅度的貶值 這個我講過日元 日本的經濟成也是日元 敗也是日元 因為日元大幅度的貶值 造成日本的出口會增加 這第二個你要了解 當日元貶值的狀況之下 那很多日本的企業 在國外的這些企業 同樣賺100塊美金 會回來 會大幅度增加 舉例來講 過去一塊錢 美金兌換100塊日元 那如果說你在 國外的話賺100塊的美金 那換回日元的話 是不是一萬塊 那現在的話 如果貶到144塊的話 賺100塊美元的企業 他把100塊換成日元的話 是不是一萬四千 那是不是增加四成 所以這個也是造成日本 經濟好 以及股票上來 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敢去套利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他們的首相 他實施了一個 首得倍增計畫 什麼首得倍增計畫 那也就是說 他現在開始鼓勵他們的人民 要懂得投資 以日本來講 他們的現金大部分 有50幾%以上都會放在 所謂的銀行 但是他們投資股票跟基金 相對非常少 所以這一次的話 他們首先鼓勵他們 去投資股票跟基金 大概從不到20% 拉到50%跟60% 這個也是造成他股票大漲的 一個原因 那接下來還有就是說 他開始從高中開始 教他們怎麼樣去做互利 還有一個很重點 股價淨值比第一的企業 他必須要寫報告 改善計畫 就是公司治理 對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那些企業他就要想盡辦法 把股票拉上來嘛 那拉上來的方法 包括庫長股 或是說花放的股力增加 所以這個是日本股市 會創新高的一個原因 所以只要巴菲特還有五大商社的話 日眼就不會扁 理解其實我覺得 剛剛老師談的這一堂課 也很寶貴很重要 就是老師幫大家分享了 過去的歷史經驗 還有這一次的狀況是 完完全全不一樣 日本的提支呢 確實是大幅度的改變 所以老師您的意思是 日股上漲 台股也有機會跟漲 台股有機會創新高 但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到2萬點 那我剛才講到 就是一個資金嘛 那我在這種地方 我還有一個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商品 我上一次來這個地方 你問我說什麼基金可以買 我說日本基金跟印度嘛 我說中國盡量不要去碰 盡量不要碰 你還記得吧 記得 對啊 所以我們看起來我們的判斷應該 這個方向都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好 所以呢我們要趕快報名牌囉 因為大家已經聽課聽了20分鐘了 那老師剛剛提到就是滑幅 其實今年的漲幅非常驚人 如果有機會複製滑幅的走勢 其實老師我看到你這張字卡的時候 在家裡笑了好久 對啊 達哥跟小明 可是因為我跟鄭老師很熟悉 所以答案我一看我就猜到了 這個好 這個是達哥 好不好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